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尔湾的Woodbury小区 又来看一套condo了 好久没看condo 今天一口气看两个condo 大家看门口的这个小走道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进来看一看 进门右手就是客厅 大家看它这个墙上都装了内置的音响 还有天花板 这个我觉得之前的业主应该非常喜欢在这里看电影 客厅这里有一个大概一米高的小台子 这样就把它和这个餐厅隔开了 说到餐厅 一个小吊灯 然后这是通往后院的门 不大又不小的一个院子 这个其实我挺喜欢的 就少一个烧烤炉 左手呢 左手呢是我们一楼的这个卧室了 地毯 采光很好 卧室门口的这个卫生间 一楼卧室对面 是一个车库 看样子只能停一辆车 这个应该是我们见过最小的车库 我们接着往前走来看厨房 厨房左侧是一个储藏室 非常的大 那我们转过来看这个不太大的厨房啊 但是够用 我觉得够用 厨房这里呢 这是什么 哦 它有两个车库 哦 那很有意思啊 这个 好吧 它可以停两辆车 只不过它是分开的 两个车库 一楼看完 我们上楼了 欢迎来到二楼 一上来就是一个家庭厅 不小呢 它还有内置的柜子 这我非常喜欢 虽然感觉上比较旧啊 这种内置的柜子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比较符合它是整个家的设计 然后上楼梯右手呢 是二楼的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隔壁 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卧室了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主卧 主卧在一上楼梯的左侧 主卧放床的地方和衣柜啊 还有卫生间什么 完全隔开的 卫生间它放了这个瓷砖 踩上去搅凉凉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衣柜 步入是衣帽间 因为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内置的柜子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小窗户 看的是自己家大门口 挺漂亮的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感觉比较像一个家 那我们最后来到了报价的环节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三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一个卧室在楼下 另外两个在楼上 一共是1479尺 差不多1500 06年建的 现在的要价是112万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言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来联系我 还有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